小心喔 各位 我是有在移鏡頭 對於我來說 我會覺得大家坐在鏡頭裡面 所以我怕你們會搖晃一下 就覺得有點暈車的感覺 暈姿的感覺 所以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欸 有人會變得暗喔 那我這樣有水嗎 好 大家晚安 今天呢是開箱新品之夜 其實話題性最高的會是 全臉的牙膏蛋糕 但由於呢 因為另外一個開箱的品項就是 必勝客的白咖啡榴槤披薩 它冷掉真的會真不好吃 然後我怕它冷掉真的會太硬 結果我怕我等一下第二part可能會很厭世 所以呢 我就決定第一part先來開必勝客的 白咖啡榴槤披薩 好 我先開給大家 大家一定會想說 欸 白咖啡榴槤為什麼這裡紅紅的呢 因為我點了兩個披薩 一個是白咖啡榴槤 一個是泡菜燒肉 就是我很怕它的味道 就是我覺得安對 安對 所以呢 我有另外點了一個大批薩是泡菜燒肉 我想說一半一半 我旁邊還點了一個那個泡菜燒肉起司捲 好 我先整個拿進給你們看好了 這邊是泡菜燒肉 然後這邊是榴槤披薩 而且我發現啊 它這一次的榴槤給超大塊的 這兩個都是榴槤 應該是榴槤 然後起司超多 上面有一些很像花生還是筋骨之類的 等一下我來吃吃看 喔 榴槤味很重耶 因為白咖啡本身的甜味 就會比一般的咖啡甜度還要再高一點點 然後奶味也會重一點 然後我剛剛吃的時候 我覺得它白咖啡的味道沒有到很重 是你在咬的過程中的時候 前面先是榴槤的味道 榴槤味道衝上來之後 再來是起司 再來最後面你在咬的過程中 整個結束才會有一點點白咖啡的味道 就是非常的淡 就是我覺得它榴槤給的還蠻大塊的 然後味道其實很濃郁耶 有點咖啡色的那個就是白咖啡 我覺得榴槤本身因為就已經很甜了 所以再加上白咖啡 有一種甜上加甜的感覺 我覺得 我剛剛吃前面幾口 我覺得新款跟舊款對我來說有點不相當下 我覺得吃起來差不多 可是我現在這一片快吃完 我會比較喜歡舊款 因為舊款比較沒有那麼甜 你知道嗎 算說就是我很甜 也應該吃很甜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尾韻會有一點點苦味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尾韻再苦 也沒有我的人生苦 有人說義美紅腸代言 就完全是個意外 就是因為我室友很喜歡拿來泡牛奶 我們來沾一下這個美乃滋 屁正哥的芝心糖真的很讚耶 你看 它那個肉的味道超重的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皮 是咬下去會有BOX的那種感覺 它外面的這個皮的感覺 有那個帕瑪森起司堡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這個是餅皮 然後再配上裡面的泡菜是偏甜 沒有什麼辣味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怕辣其實可以吃 因為它幾乎不會辣 就只有泡菜的甜味 然後再配上起司跟燒肉 要自己拉留言了 你們好可憐喔 看直播還要練手術 我的衣服 是剛洗好耶 你知道新的Bear清單嗎 我最近有很多本 我看到Cherry說工作室附近的 必勝客是不是料很少 上次點也是 欸 是不是 我剛剛就想說它這個料真的很少耶 我突然有點懷念 舊家附近的必勝客了 柴晴說舊的永遠是最好 所以你看Super Junior出到這麼久 真的是舊的還是最好 你看女生節前滑冰跳了多久 可能舊的還是最好 所以大家請支持他們兩個 我真的有在煩我白眼耶 最後一個 嗯 錯了 好 來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萬眾期待 眾心矚目的一款新品的 它一上市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人都說 七千零可以開箱它嗎 我大概說了快兩百個私訊吧 我有點誇事啦 大概五十幾個吧 接下來呢 是全聯跟黑人牙膏聯名出的四款甜點 分別是 薄荷巧克力可麗餅 然後薄荷巧克力蛋糕 薄荷巧克力蛋糕卷 跟薄荷巧克黑爵士 巧克 噢 死 欸 這個會不會太老 通常看直播的年齡真的比較高 你們一定懂我的感覺 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這個薄荷巧克力蛋糕是99塊 然後熱量是 大概500多大卡左右 來看一下它 開箱一下它究竟長怎樣 來 我們先把它掀起來 等一下 來吃一下 我先來整個咬好了 喔 這腳有點噁心耶 它這個慕斯有點像是你 這種含巧克力含久之後 它在你嘴巴裡面融化的那種 慕斯的口感 所以它也不是綿密的那種 它比較像是巧克力 碰到熱氣有點半融化的那種感覺 那種口感 所以我覺得它慕斯的味道也很驚人 然後它名字叫薄荷巧克力蛋糕 可是它巧克力的存在感非常的激 幾乎都是薄荷的味道 欸 這個慕斯吃起來口感很噁心耶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耶 我是不是應該要買黑人牙膏放旁邊白色 那種感覺有點一系列開箱的感覺 欸 不過我先說 我覺得它上面的那個巧克力蛋糕啊 口感很棒耶 因為它巧克力蛋糕吃起來還滿濕潤的 然後不會乾 慕斯的口感有點可怕 可是我覺得巧克力蛋糕本人的口感是OK的 欸 你們有吃過黑人牙膏嗎 慕斯的口感有一點點像牙膏 然後比它還要再稍微扎實一點點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慕斯的長相有多新人 這個臉像是那個 在故宮裡面那個什麼 人坡肉嗎 的那種長相 而且因為它慕斯的口感很可怕 所以它慕斯給你這麼厚一層 其實你吃到後面會覺得有點噁心耶 你們說乾脆巧克力跟薄荷分開吃 感覺會好一點 欸 我覺得不可以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單吃慕斯你會覺得很厭世 所以你一定要配著巧克力一起吃 紅隊…這個紅隊 這個可以買給同事吃 要是故宮的肉形石上面有千千的牙齒 不知道是什麼形狀 要是上面有我的牙齒 那顆肉形石就不存在 因為我一定會把它吃掉 絕對不會只有一口就讓我痕跡 好 接下來是蛋糕捲 這個是薄荷蛋糕捲 然後它是85塊 然後它熱量是537大卡 欸 它真的這個的熱量其實沒有差很多耶 好 來來來 我們的巧克力捲開箱 喔 有很多奶油耶 這感覺我會喜歡 奶油超多耶 炸開 然後它奶油的中間還有一顆黑黑的那種一點一點的感覺 好像有吃巧克力碎片嗎 欸 我怎麼覺得有點空心的感覺 不知道它的味道怎麼樣 我現在吃一口看看 這個是薄荷巧克力捲 我覺得這個味道有比剛剛好一點點耶 欸 我覺得這個還可以耶 還可以接受 就是很普通的蛋糕口感 可是標準通常會稍微降低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它蛋糕的本身口感是OK的 那中間有放那個奶油 它整體吃起來的那個薄荷味道 我覺得有比較自然一點點 但我還是要說實話就是 它也沒有到經驗 所以我不會想要花85塊再回去買它 它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淡 就是你要單獨吃巧克力 你常會有感受到它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唯韻有一點點苦苦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出一些奇怪的口味 莫莫還抱怨起來 為什麼要出奇怪的口味 薄荷本人的味道就是完全蓋過所有的味道 所以它即使有任何的那種奶油的油膩味 其實你也感受不太出 它連那個巧克力的味道都完全沒有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還要 還要普通耶 怎麼辦 接下來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的長相比較特別一點 上面還有英文吃有點Marvel的感覺 所以我們下一個先來吃可麗餅好了 它這個薄荷可麗餅的包裝好像冰棒之類的喔 它這個的價格是多少錢 55塊 然後熱量是 141大 欸這個熱量很低耶 來囉可麗餅 我們來看一下可麗餅 可麗餅有點蛋捲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 這樣 來吃吃看 我們現在來吃一個剖麵 欸我覺得這可麗餅比剛剛那個蛋糕捲好耶 給你們看一下 它吃起來的那個薄荷味比剛剛蛋糕捲低很多 然後它的這個可麗餅餅皮 你是比較吃得到甜味的那一種 比較不會有像剛剛的兩款 這兩款開箱 全部從頭到尾都只有薄荷本人的味道 沒有任何巧克力啊乳酪啊其他的味道 完全沒有 但是也沒有到好吃 算了啦 你們剛剛那個蛋糕捲不要買 你們如果要買買這55塊的就好了 因為畢竟剛剛那個蛋糕捲還要85塊 這55塊我覺得比較正常一點 欸它這個中間還有一塊巧克力蛋糕耶 欸黑人妖怪我廣告才是什麼 我是不是應該要講一下 青春的節奏相奇 相識解說生存案 青春央夷身材一一 欸我忘記怎麼唱啊糟糕 這一個呢 好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 這是薄荷黑爵士 這個是85塊 欸它這個重量還蠻重的 居然只要85耶 這感覺好像蠻划算的 它的熱量是235大卡丘2 這是今天熱量最高的 這個感覺好像蠻好吃的耶 有人說壓軸來了 這你們有吃過這個嗎 最雷的 等一下 你們現在是認真嗎 這個是最雷的嗎 不是吧 這個長相感覺是最厲害的耶 對啊這個賣相看起來最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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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還有那個 你看 黑人牙膏的 欸黑人牙膏耶 真的是黑人牙膏 它這樣子 三層 然後中間都是夾那個奶油 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黑人牙膏 它為什麼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啊 欸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耶 因為它這個 我剛剛看一下它這個是木炭巧克力嗎 它有一個味道跟薄荷完全不可以耶 是木炭的味道嗎 木炭草是要用廚師機 就是它蛋糕體本身口感是好的 可是它味道真的很奇怪耶 這個是真的你 黑人牙膏在你嘴巴裡面 你在收到牙收到一半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的奇怪 以至於我非常的疑惑 但是我覺得它 沒有這款慕斯的耶 因為我覺得這款慕斯的味道好可怕 這個黑爵士的薄荷味道 是所有裡面的薄荷味道最假的 而且我不知道它奶油是故意打這麼白的嗎 還是怎麼樣 黑人牙膏的感覺 它奶油超白 最後一口喔 我覺得我這個可以很認真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假設這四款吃起來呢 如果你是很喜歡開箱新品的 可是你又很喜歡吃到難吃的食物的話 我推薦你買薄荷巧克力可麗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正常 它的可麗餅本身是 你吃的時候是吃得到可麗餅的甜味 所以你不會覺得只有薄荷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但也沒有到好吃 就是它是普通 就是這四款裡面我覺得是最普通的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試它 然後呢 我個人覺得最昂對的 就是真的昂對的 真的昂對 Super昂對的是這兩款 然後這兩款硬要選 我會選這個巧克力薄荷蛋糕 就我剛剛吃的那個慕斯那一個 這一次的全部的蛋糕體我都覺得還滿OK的 只是就是薄荷的味道真的太重 所以你也不太會去重視蛋糕體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也是昂對 就是這兩款我都不會 我都很不推薦你們買 但是如果你們要買給討厭的同事的話 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是薄荷巧克力捲 這我就覺得它就是普通偏不好吃 可麗餅如果你們認真想開箱的話 剛好知道它是最便宜的 所以買了比較不會傷心 但是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55塊你不如去買菌布丁好了 因為我覺得全店的菌布丁還滿好吃的 這時候我還是要跟大家說說 熱量也要浪費在好吃的東西上 因為這個卡路里老實說也不低 我現在嘴巴 嘴巴的味道欺負我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 那我們就先這樣 然後我今天開箱的結論就是 還是舊家的必勝可好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